郭家麒 主席 我都未見過一個這麼大的工程 政府沒有方向 我們政府就說沒有地方去住人 30萬人去等公屋 排四連七 這個迪士尼隔離其實捉高灣是300公頃 現在用的126公頃就有100多公頃在這裡曬捉這麼多年 如果你說很緊張做旅遊項目的 為什麼不是在現在 現在借了叫做割讓給迪士尼那裡去動手 這是第一 第二的如果你說要用好這塊地 我們現在講得這麼辛苦 有些新界有些叫做中土裡面的作業 又不可以拿走的 就說不可以蓋公屋 因為他們要做不同的工作 什麼物流等等 政府的腦去了哪裡 是不是應該將一些 舉例什麼物流啊 裝那些機械放在這個極支污染 還有那個噪音是很大的 這個聲音噪音的地方 然後騰空那些土地出來 建多些公屋給香港人住 為什麼不是這樣想 兩個問題 為什麼那百多公頃的地 不用用來做旅遊銷行 擺了十幾年 第二的為什麼不是把那些厭惡性的行業 不怕那些噪音的跡過那裡 找些地出來建公屋 黎先生 我想第二期那個六十公頃的用地 我想我們都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現在都是政府和迪士尼公司是 用完六十還有多少 加起來都還沒用完 有三百公頃的 其他的那些呢 生人霸死地 繼續給他 我想郭議員講三百公頃的棕地那些 那棕地那些就 其實我們都 在不同的廠商局長都有提到 我們是 都是 我們是在研究著 在利用那個新發展區的研究裏面 是綜合這樣看 是充分利用那個 釋放這個棕地的用途 不是我現在問你 竹高灣這裏 可不可以移回一些 騰空的土地 給他做其他的作業 就是可以馬上 釋放很多土地 在新界也好 西北、東北也好 可以建公屋 為什麼不是這樣做 張女士 是 多謝主席 或者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就住棕地 就是在新界裡頭的棕地 都是做很多有關的研究 包括是我們 他現在不是跟你講 我不是跟你講研究 我現在問你為什麼 不是將它移過來這裏 這裏有這麼多 這個噪音 為什麼不是可以做那些 下一位 我們其實都是要採取一個 比較綜合一點的一個方法 去處理現在地上的棕地 因為我們知道棕地 除了本身它有一個經濟效益之外 其實如果要去怎樣利用 好好利用這些棕地 都是要透過一個整體的 綜合研究 才可以去釋放這些土地出來 不是呀 現在沒有反對你那樣東西 你那裏現在生田的地 有百多公頃 下一位 為什麼不可以做呢 講廢話 梁國雄議員 對 對 感谢观看